来自全国21个县市的社区代表们在11号这天早上一起拜访了细致的中正社区 一行人除了进行了各项社会福利措施的相关经验交流之外 也安排了走访中正社区最成功的社区环境营造公共空间来进行参观 也让中正社区获得了许多好评 全国社区福利成果观摩会新北市政府安排7个社区来接待 所以包括台北市及新竹县的社区人员 接近中午时间就来到了中正社区也受到热烈欢迎 反正这个社区很好大家可以交流 评论社区大家互相交流是很好的东西 很好的东西 104年社区福利全国观摩会 能够到我们这个细子的社区来做观摩 这个社区发展协会他对这个社区的共同却很大 从景观一直复合 那有去志工 他们用进了信力 那是值得我们这个社区做观摩做学习 以我们的社区来说 我们应该结合利益的资源 用利益的经费 利益的志工来建设我们利益 社区才会比较紧张也比较进步 如果没法结合利益的经费 要做事情就比较困难 我相信各位在座的每个人 在每个社区里面都有非常优良的地方 可以讲出来给大家听 大家可以学习 当天系纸区长徐开宇也到场 认为透过观摩可以让社区之间彼此交流学习 而除了社会福利 中正社区也安排了志工带领贵宾们 走入最引以为傲的生态环境 沿途欣赏了绿色狼道 自然生态区 森林区 还有稀体绿美化等等 而这也让大家见识到社区真的是凝聚力很强 居民很用心 对 社区营造对我们社区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社区是基地在这个地方 都是我们的基层人民嘛 那社区营造好的话国家都会更好 社区环境都会改善 自然环境风光会更美 很漂亮 在台北市有这么好的环境 真的不错 很难得 从景观志工付出来参访的社区都觉得值得观摩学习 也表示社区营造真的很重要 因为居住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基础人民 环境营造好的话 社区环境就会更完善 自然风光也更美 小陈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